我們收到美國制裁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那麼現在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 尤其在大陸IC設計業 洪文哥現在傳出說 他們整個事況真的非常的糟糕 是 我想大陸的 第一大的IC設計公司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家叫豪威 那他其實是被一家叫維爾併進去了 所以維爾這家公司 其實是在去年的第三季 他曾經擠到全世界前十大的 IC設計公司 是第十名 那時候他其實 因為他營收有明顯成長 所以他把那個 臺灣那時候有四家在裡面 但是第四家叫齊錦 他把他擠下來 所以前面還有聯發科 聯勇跟瑞玉 那他擠到前十名 不過我想這個名單 我猜因為他第四季不太好 搞不好整年的排名 很可能又要被 又要掉出十名外 那我想就是說 那為什麼這個維爾 他為什麼會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財報 他已經有預估了 就是說他第四季會賠60億 這個我想這個虧損真的是滿大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做CIS 影像感測器 大家知道就是說影像感測器 用在 現在用在手機是最多的 所以他主要的市場 應該是在手機 當然他也有車用的 也有這種元宇宙 我們說那種頭盔 裡面也要騎RX 可是他這個部分 他的比例就不高 最近大力光的紙巾掌說 手機都預期都很差 消費性電子的需求都很差 所以我想他這一點不好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IC設計 大陸的公司 其實的確是受到打壓 這個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他的對手是像Sony 像三星 你看這個 所以他的銷售 其實他非大陸以外的市場 他就很難做了 因為被美國打壓 所以你看他手機又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就